大家好,欢迎来到光的频道 今天是2023年7月15号 黄一博假期结束 再次投入到忙碌的工作状态中 昨日清晨北京出发非日本 参加植村秀活动 简简单单的T恤 配色棒球帽 背着双肩包 在炎炎和乐乐等工作人员的保护下 穿越蜂拥如潮的追随者 低着头快步行走 非常感谢一博身边的保镖们 如果没有他们 可可无法想象 只是想单纯做自己的小狮子王一博 估计目前最大的烦恼就是太红了 以至于没有了自由 所以才会说如果有特异功能的话 想要隐身术 别挤了 退后 全部退后 李斯文静 往后退 不要给我看一下 往后退 全部往后退 这位保安大哥辛苦了 这么用力的维护秩序 挺飞嗓子的 全部往后退 一博都进去走远了 为什么这些人还要往里挤呢 喜欢一个人是不要给他带来麻烦和困扰才对 一博14号上午就出发了 在飞机上手机是不可能登陆网络的 但是你们看 一博的个人微博号却在当天中午发文 地址显示为广东 时间和地址都和现实中的一博不在同一频道上 现在大家能相信一博的个人号只是一个工作号了吧 所以删掉陈琴不是他自己删的 有的小伙伴也可以相信了吧 弟弟是直飞 如果从广东转机的话 最快迎了晚上才能到日本 但弟弟带着他的丝巾兔 下午就安全抵达了 由此可以推断出那个在广东登陆微博的不是一博本人 而是工作人员 漂洋过海也要带着他的小兔子 一博的这份执念甜蜜且浪漫 给了战战足够的安全感 被宠着的人就会非常勇敢 一博在环球影城刚刚做了这个手势 战战就马上来认领了 弟弟在环球影城玩水 跳舞 火热的夏天里舞出热烈的灵魂 激情四射的青春岁月就应该肆意狂欢 北京连续的高温天气里来一场水的洗礼 一定会非常凉爽舒适的 哥哥看到弟弟玩得开心 勾起了回忆 翻出了自己逛环球影城时代的帽子 战战30岁生日时拍的视频 没想到两年了还有没发的库存 取景帝是玉谷摇拍摄期间的阿拉扇萌 短片中这个入境的背影是谁 不管是谁 战战开心就好 左手代表友情 右手代表爱情 海街王里的首饰 也是哥哥弟弟表达爱意的专属首饰 弟弟刚在舞蹈中表达 哥哥就马上发视频来认领 自从一博改简介之后 战战是越发的勇敢活跃了 和弟弟一起抵抗五分世俗 认定的事情就一定要去做 我们的世界不退让 祝弟弟日本之行顺利 原热烈大麦 恭喜热烈从8月10号开始 将会陆续在世界多个地方上映 恭喜玉谷摇获得腾讯视频热度榜第二名 想超越第一名梦中的那片海 还得看肖战是怎么超越肖战的了 眼神有戏 哥哥弟弟都锻炼出来了 见过这么帅的酿酒师吗 战战代言品牌 这酒啊 以前只有酿酒师才喝得到 微电影《都在酒》里 将会在17号正式上线 届时 我们又能看到新鲜故事中的帅气战战了 俩把事业蒸蒸日上 感情稳定 来日方长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留言及点赞 光带你看博笑 下次见咯 拜拜